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严太极理论 被编入中国人物年鉴 被评为国家武术高级教练 国际太极拳大师 和中国当代十大武术名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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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一动无有不动 内外结合 放松沉稳 静力完整 呼吸与动作协调一致 此时学练二路拳 方能免出偏差 否则没有松弹静 练拳时就会僵硬一条 上重下伏 正硬气 转气 前胸 心跳过速 呼吸发喘 嘴发青 脸发白 对健身和练功均为不利 学者务必注意 练习二路拳时 应在先练几遍一路拳或做些基本功练习 在静气调顺之后 再练二路 练习一路拳时 要求是以身领手 以腰为轴 节节贯穿 运行速度要慢 主要体会 练气运行 与外形结合 以翼倒气 以气运身 动作配合呼吸 注重禅思境的练习 在用法上 以旁鲁鲤鲤鲤鲤 彩猎走鲤鲤鲤鱲鲤鲤鲤� cursor $2 练习二路拳时 因有一路拳的基础 就不需要过分考虑内气 呼吸和动作配合 动作是以首领静 首领身随不发活 根稳静整精身足 以采烈肘铐为主 旁律己岸为父 真正体现出二路拳 快 刚 猛的特色 我们学习陈舍太义拳 老家二路 在练二路之前 首先要有一路拳的基础 就是打好了一路拳 将身上那种将颈准理 可以达到去江求柔的阶段 能达到周身相随 连面不断 嫩气 充实饱满 有了松火弹抖力 达到一动拳动 周身相随的时候 这时候学习二路拳 才不至于达到那种 练完拳以后 嘴发青 脸发白 呼吸 呼呼发传 这样子对身体是会有一定影响的 希望学习二路拳的 同学们要注意这方面的四项 现在我们介绍 陈氏太义拳 老家二路的手法 二路拳里边的手法 有很多与一路拳相似的 在一路拳里边已经介绍过了 主要把一路拳里边 没有的几种介绍一下 好比拳法 这里边有个杂拳 杂拳就好像子当 子当的时候就用撇身拳 就像身体一转 向下杂拳 杂拳还有一种压拳 压拳在这个动作里边 出现有两次 就刚才这个子当为杂拳 压就上步 往下 这个也叫鸟拳 另外一个鸟拳就表现在 倒岔倒岔 右拳打过以后 上步 这种鸟拳 这种鸟拳 这是杂拳和压拳 另外还有一种鸟拳 鸟拳 像这个刚才讲的倒岔前面的这个动作 这拳 用拳的侧面 向外侧 撩打 撩击 这边出现一次 这个后边 窝底炮 要打完 这个穿新轴以后 又接着 打这个窝底炮 这个地方 也出现一次撩拳 另外这个 崩拳 崩拳 那果边炮 就像 既有往外崩的力量 又有往下砸的力量 这个动作的发力 全部是用 这个当腰 来把它抖出去的 将合住以后 啊 你向外 向外崩也可以 最重要的 就是有身体内部 把拳吹出去 而不是光用 这个手臂往下砸的 再一种 就是左右 两个绷径 左右这两个绷径 在拳炮锤里边 也出现了两个绷径 在套路里边 回头当门炮 便是大桌炮 两边也出现了两次 在套路里边 所以这两边的崩拳 也可以 作为崩拳用 左右崩拳用 也可以作为 打背折扣 用 用尖 打背折扣 打背折扣 打背折扣的方法 往下一核 不突出肘和拳 那你就用尖铐 这都是用尖 用肘 这都是连贯性的 所以近用尖 近用铐 远用肘 摘远 就可以用手 下面介绍一下 陈寺太极拳 老将二路里边的几种轴法 第一种 就是 在护心拳里边 所表现出来的 这种打法 这种打法 叫迎门轴 就是打对方的正面 叫迎门轴 这个打的时候 就用身体来带动 把净力摧在肘上 如果远了 你可以放在拳上 如果近的时候 就突出肘 如果再远 就可以突出肘 这是 这是一个迎门肘 还有一个 就出现在 在 盗齐龙 突然转身 在 往上去的那一轴 另一个轴法 叫 上击轴 就 向前 正跑的时候 突然转身 啪 向上 回头一轴 就 打对方的面部 所以叫 上击轴 就 在下边 就到后边 这连续的几个走法 一个 是 腰篮轴 就打平击的 这个腰篮轴 在前边也出现一次 套路前边 也有一个腰篮轴 腰篮轴是 平打 用 用 小臂的外侧 这样 横击 下面 顺蓝轴 顺蓝轴 就 两 两个手臂 一合 顺着 左右方向 横向 接触 就把身上这种 合径 发出去 哼 再一种 就是 穿心肘 穿心肘 就顾名思义 就打对方的 心窝 穿 也就是打 稍微 突出一些 走法 走径 出去远一点 穿透 对方的心窝 就用这种 也是用身上这种 爆发力 哼 从上边画红 过来下沉 哼 走法 就介绍到这里 好 在我们 开始学习 陈氏太极拳 老家二路之前 我首先给大家 做一个完整的演练 让大家对二路拳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我先走了 来吧 我去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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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